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斯 前往日本首相关帝 此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将原子能总署 针对辅导核废水排放入海安全性报告书 亲手交给首相岸田文雄 联合国原子能总署现前派遣 包含中韩等11国专家 组成了调查团 去往辅导当地调查 这份报告书认为 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无疑是替日本开旅灯 也让日本政府着手准备 排放核废水入海的作业 最快8月就要执行 但日本国内依旧有许多反弹声浪 不但当地渔民仍有幸福岛风平 再次受创 自民党内也有声音 希望避免8月排放 正是因为8月强碰选举 就等同属日本执政联盟 共民党党魁也跳出来 向岸田喊话 希望排放时间延到夏季海水日场 营业结束后再执行 而国际上反弹声浪 最大的南韩和中国 虽然南韩官方对报告表示尊重 民间却依然存疑 中国更是持续要求 日本不得排放核废水 日本一旦真的启动核废水排害 恐怕来自国内外的反弹声浪 短时间内难以平息 三里新闻 国研局报导